大家好,欢迎来到胡说八道,带您一起探索世界的美好 由于新加坡15个您不知道的世界之最的影片,获得不少好评 我们就再次制作一支观影新加坡冷知识的影片来回馈大家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厚爱 在进入主题前,请点击Subscribe红色按钮 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您才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影片哦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根据Lulu交通管理局2019年公布的乘客量数据 新加坡地铁每天借载的乘客量已达到330万2000人次 相信多数新加坡人民在乘搭地铁的经验中 最少都会遇到一次地铁列车不让进的经验 究竟这些列车要去哪里,为什么不让人乘搭呢? 其实这些亮起请勿承搭标示的列车是为了缓解 大批乘客在尖峰时刻,环绕在月台前的拥紧情况 他们跟在前一辆列车后,谢杰达克 接着加入地铁站的停车库 随后再调转方向回到地铁站,继续载客 下次再看到勤务承搭列车时 就多点耐心等一等下一辆列车吧 深夜回家时,多数的我们都会为了省下乘搭德士的费用 选择搭最后几趟巴士回家 但你有没有想过,在把我们按前送至巴士站后 那些负责载我们的巴士司机,又是怎么回家的呢? 还有,早上在巴士开始营运前,他们又是如何去上班的呢? 原来,SMRT有提供一项名叫员工交通的服务 有一名巴士车长负责驾驶 将下午半的司机同事们安全载到家门口 车长一天会驾四个半次,分别为凌晨一点 凌晨两点,凌晨四点半和清晨五点半 由于同一辆车里,会很多住在不同地区的司机们 因此车长得将路线计划清楚 用具短的时间来将所有人送回家 长城大南北线地铁的人们应该会注意到 当列车行驶在阳错港和卡迪两站之间时 平均每站之间的2-4分钟,竟然长达6分钟 记了解,迪尼斯在90年代时 曾向新加坡提出建造迪尼斯乐园的方案 但很可惜,最后却因为建造迪尼斯主题乐园 所需的土地怪异庞大,计划因而高吹 如新,虽然那里不能有刺激满满的人造过山车 但人们依然可以乘搭地铁时 看看路过的自然风景 唯一地铁站的英文名称 除了是所有地铁站名称中唯一一个全小写的之外 同时,也唯独它的英文名称中含有连接符号 据说它有两个名字来源 第一个是骑自地铁站附近的山岳园区 One North Business Park 第二个则是因为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位于北魏亦渡县 因此译成英文的One North 2017年在亦兰东一带居住了13年的一名网民 在推特上载了一段视频 并惊恐地在贴文中向其他网民 求证自己是否在住家附近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随后,新加坡空军部队在拿着贴文下方留言曾经 拿过在天空中放光明的不是什么UFO 而是能够侦测到200公里外的威胁的浮空器 这款充满害器长夜55米的军用飞艇比一般的地面雷达能测试到的距离多出了两倍 将它牢牢固定在高空中600米的高强度 钢丝和系绳能抵抗新加坡西部强风和密集的闪电 全年无休运作着它在释放出少量辐射的情况下 能确保新加坡是否遭到外来栖息 与巴德投筹了快节奏的生活 让新加坡人的步骤被评为全球最快 英国文化委员会做过了一项跳槽限制 在研究的32个国家中 新加坡人走路最快 平均步速是每秒1.7米 也就是说走100米只要59秒 这样算下来每人一个小时能走6.15公里啊 这是非一般的速度吗 宽阔路面 较少障碍和不太拥挤的繁忙街道 会让人走路最快 新加坡的城市氛围可见一般 新加坡的国会是公开给民众旁听的 有兴趣旁听新加坡国会的人 可透过媒体以外 国会官网查询国会的与会日期 国会一般会在下午1点左右开会 一直持续自修会为止 旁听通行证先到先得 想入场的人可到国会大厦侧门路口 以身份证或护诈换取通行证 由于国会属正式场合 因此想参访的人们需着装得体 身上异物也不能带有不当之言或图案 除此之外 国会不允许摄影 电子产品如手机 都得以随身物品一同存入投币式出物箱 因此各位也可在前往之前多准备些零钱 住至乌柜时就能派上用场 每到了年底 露夜后伴随夜风吹来的 是一阵阵带着浓郁 辛辣刺鼻 趣味的花香 许多国人都知道这种趣味来自种植在路旁的花 但就是不知道是哪种花朵释放的香气 那一股被形容成 类似焦糖的气味 就是来自上述照片中的哪一朵朵小花 这种花的庶名名叫糖椒树 其松软细致的木材 被用来制作黑板 故此也被称为黑板树 每年11月到12月的黑板树的开花时期 浓烈的花香越越越显著 相信不少对气味敏感的人们 都曾经在出差区附近闻过 这种过必不忘的气味吧 爱花的人虽然可趁白天 其散发的香气不那么浓郁是赏花 但由于黑板树花期所产生的花粉 有可能会引起呼吸道过敏 所以最好根据自身身体情况来捏捏赏花距离 没错 踏杀违法 在新加坡 自杀也是违法的 按照法律人士的说法 因为自杀常常伴随着对他人惊吓 比如跳地铁 不仅影响地铁运作 更让周围无辜的人行被迫看到血肉模糊的死亡景象 对他们的精神有不可一致的伤害 即使是自己在家上吊或吞安眠药 实际恐怖 也常常会给毫无心理准备的第一发现者很大的冲击 所以必须要禁止 如果自杀为谁还会被判坐牢 羊乐多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一身均饮料 也是去超市顿粮必放购物车的补给品 可是你知道吗 羊乐多在别的国家都只有一个口味 也就是盐味 可是新加坡羊乐多却提供葡萄 清明果和橙子这额外的三种口味 每次喝羊乐多都感觉小小一瓶喝不够 但是新加坡的羊乐多容量其实已经是东南亚最大号的了 真是万万没想到吧 瞬间感觉在新加坡喝羊乐多都喝出了优越感 相信没有多少人制造这条冷知识吧 这其实是新加坡动物园的一个长期福利哦 在甚至即将来临的七天内 包括甚至当天 以一名买票的小伙伴通行 做新门可以享受免费入场的待遇 如果在新加坡旅游期间碰上自己的生日 可一定不要错过新加坡动物园哦 英国著名航空服务调查机构SkyTrak 被认为是世界机场行业的质量基准 SkyTrak评估了550多个机场的客户服务和设施 然而新加坡羊义Apple联系8年 获得了世界最佳机场的称号 今年能不能再次拿到这个称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通过填海 新加坡扩大了将近25%的国土面积 足足有140平方千米 论填海技术哪加强 新加坡填海在南洋 城邦 这指城市范围 与国家范围相同的一种国家形态 历史上文明的城邦 通常只能存活很短的时间 因为他们的土地实力都不足以抵抗周围的外敌 现今世界上只有新加坡 摩纳哥和房地钢三个城邦国家 新加坡全国禁止赤口香糖 并且赤口香糖罚款可高达1000新币 想定这是让每一个第一次来新加坡的人 都震撼得很自私 大家都知道DBS的ATM 浅长长大牌长龙 举续小额现金时往往非常的不便 告诉你一个妙交 使用DBS或BOSB的借机卡 信用卡或ATM卡 在7-11购物的时候 可以要求电源直接提起最多 不得超过80元新币的现金 不收任何费用 如果捡到钱包 其中有施主的证件等等 你又不想直接联系施主 或者各种发行人程式 可以直接找个新婆油桶往里丢 新婆的做法是把证件转送到相关部门 如身份证及护照交给关卡局 易通卡送回给SMRT等 至于钱包 如果里头有施主的地址 新POS会通过邮寄方式归还当事人 否则就会保留页一个星期等待领取 要使钱包里有钱 新POS会保管页一个页 钱就会用作为新邮寄金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使用电子图书卡借书 因此可以自己在自动借书机上操作 也可以利用手机APP借书 只要多少一次 就可以直接将借书期领入一次 延长至6周 而且全新加坡的图书馆都可以直接还书 不用拿而借的回到拿而还哦 圣导沙路导有几个方式 其中德士和司机车路导时 每辆车需要缴纳5星币至7星币的路导费 但是如果德士最后的目的地是新加坡 明胜世界的地下停车场或者赌场门口 其实是不要缴纳这个费用的 没错新加坡真的改过这么多次时区 1905年至1932年 新加坡时间比标准时间早7个小时 1933年至1941年往前挪了20分钟 1941年至1942年 改为往前挪30分钟 日记时期按照日本时间再往前挪了一个小时30分钟 日记结束 改为比标准时间早7个半小时 1982年以马来西亚保持一致 调到比标准时间早8个小时 相传新加坡一盐硬币上面一直有内阶八角形 其实是因为八阔图形可以调风水 虽然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曾经否认过这一说法 但是大家一直相信这个传说 到底是否真实只能说见仁见智了 平时新加坡艺术博物馆的票价是成人10块金币 皆生5块新币 不过每周五下五六点至晚上九点及特定日子 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参观 虽然亿万元纸币已经不再发行 但是作为世界上面而最大的纸钞 它依旧在流通 早在2014年新加坡金管局就宣布了 为了繁范死黑钱和恐怖主义的融资活动 将从当年的10月1日起 停止发行面值亿万元的新币紫钞 因为这种紫币的面积实在太大 新加坡各金融机构在进行流通处理时 还是非常谨慎的 不论是存入还是给付 都是要随钞票 登记身份证或护照的资料 以便万一发生突发情况时 有据可查 如果你想在新加坡开车 那么你就必须拥有一张COE COE就是拥车证 想要开车就必须得到一个拥车证 但是一张COE的价格就要将近5万新币 更可怕的是这笔钱有消息只有10年 就是10年后你是要前价再重新买一张 否则你的矮车就没法开了 财富之权位于新达成购物中心的中央地带 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 是新加坡的标志建筑之一 它是由4根13.8公厂高的青铜柱 合理极其一个寄行环 整座喷泉高度也是4到5层楼高 庞大的支架 堪称人造奇迹 而光是这座喷泉便耗资新币600万 由于实在少见1997年更被列入世界纪录 一般的喷泉就由下往上 由内往外喷水 但财富之权却是由上往下 求外向内喷 据说水为财 而位于手掌位置的财富之权 为了要聚集采气所有的水 当然要往内喷咯 喷泉设计其异以佛教和印度教的 曼陀罗思想 以巨环的云场象征 完整与严满 为无尽的力量严全 也传递了修建者 渴望各种族友好相处 融合的愿望 除了这25条新加坡忍之时 您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分享那些选为人知的新加坡忍之时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